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夕 你说话啊 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至少 对班里所有的同学 应该有一个交代呀 尼小婉 这次的事情 不是童夕想要节外兄姿 她也没有说过她绘画 也没有提前准备 不过能把所有原因 归到她一个人身上吧 不合适吧 我是不会画画 版报是我请别的同学帮我画的 公开课上的两笔 已经是我最好的水平了 搞砸了公开课 我很对不起大家 但是我确实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些想法 那你干吗不解释清楚 版报拿利益搞得跟你自己的功劳一样 你这厉害那厉害的 你这不就是骗人吗 童夕不是骗人 这怎么不算骗人了 真不知道她还有多少骗人的事 估计啊 当时那个神秘信 也是她自己写的吧 没错 神秘信也是我写的 被人偷走 发带贴吧 桃子替我背了过 我不是什么白天鹅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刚转来的时候 被大家期待成婚的头脑 虚荣心爆棚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没有什么阴谋论 我也没有任何恶意 装白天鹅这件事 我也很后悔 为了圆这个谎 去撒了更多的谎 还联了我很多朋友 对不起 我接受大家的职责 但是我更想 做回我自己 这也太搞笑了吧 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 都是装的呀 才做自己呢 我看 要是没有画画这事 她还会继续装的 那个神秘的信 原来是她写的也好 看来我要重新找个结果看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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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